好,刚才我们做的是铁锤的程式 接下来我们回到老鼠身上 我等一下希望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 老鼠被打中的时候会有一个造型变化 所以呢,我们来重新 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去重复执行下面这件事 去判断,去侦测 老鼠有没有被打中 那什么叫被打中呢 就是滑鼠被按下去 而且呢 老鼠有去碰到铁锤 这样子我们才叫做被打中 那打中之后我们就要换个造型切换 所以呢 在这两个条件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用 这一个 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滑鼠有没有被按下 而且呢 还要去碰到 老鼠要去碰到谁 铁锤 好 这两个条件 同时成立的情形下 才叫做被打中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移进去 好 这两个条件 都成立的情形下 才叫做被打中 好 被打中 外形 好 那我们回到这边 目前老鼠的造型只有一个 所以呢 我们再换一个造型 复制一个被打中的造型 好 那我们简单的用一个绘笔 画笔来画一下 好 被打中 好 我们简单的处理 让它有一点变化就好 那你当然可以画得更精致一点 好 这叫做 定位的 做造型 这叫做 打中 老鼠打中时的造型 好 我们回到城市这边 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情形下 叫做老鼠被打中 好 所以我们要切换成造型被打中 然后等待 打中之后的造型 等待个0.5秒 让我看到之后 立即 藏起来 好 来我们来测试一遍 好 打它 好 小朋友没有发现到 打它之后 第一次 老鼠有切换成被打中的造型 但是 它造型一直都停留在被打中时的造型 好 我们先暂停 来我们回到 这边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城市 好 按下去被打中 等待0.5秒隐藏之后 因为它没有回到原来的造型去 所以呢 这边它就一直停留在被打中的造型 所以我们这边要再做一件事就是 回到原来定位时的造型 好 我们来测试一遍 好 所以它下一次打中之后 它就会回复到原来的造型 隐藏着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 老鼠被铁锤打中时的一个造型变化 那这里打中之后 我们可以替它加个音效 这样子听起来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听 好 这是预设猫的声音 我们来帮它换个声音 好 我们来换个动物 好 我们选一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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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们来选一个小鸟的声音好了 好 选一个小鸟的声音确定 好,我们回到城市这边 如果老鼠被铁锤打中了 所以呢,打中的时候 我们就请它发出个声音 好,发出个鸟叫声 来,我们来测试一遍 我们到全萤幕来测试一遍 好,打中发出铲叫声 好的,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老鼠被打中 而且还会发出叫声的一个城市编写